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在他随即便恢复了镇顶 然后迅速驾车返回 虽然他一路狂飙 但回到家时黑夜已经来临 身披黑袍的怪物也埋伏在他家门口 用汽油与火焰将他包围 但对于罗伯特而言 这样的生活早已不足为奇 他开枪打死了这些恼人的怪物 然后启动了别墅的供电 灯光驱赶了怪物 却无法驱散他心中的痛苦 原来多年前 苏联将他们秘密研发的生化武器引爆 结果灾难随即来临 致命的病毒开始肆虐全球 转眼人口锐减 幸存的那些人也变成了害怕阳光 癫狂变态的怪物 而随着灾难的发生 罗伯特也开始了疫苗的研究 但就在运送疫苗的路上 罗伯特与飞行员也遭到了感染 直升机瞬间坠落 而在生命垂危之际 罗伯特只能为自己注射了人在试验中的疫苗 结果奇迹降临 罗伯特竟然恢复了健康 然而怪物们却不打算放过罗伯特 他们认为这是科技毁灭了世界 所以还在使用科技产物的罗伯特必须接受大火的洗礼 完成彻底的进化 于是他们在老白的带领下 又一次向罗伯特发射了火球 这让真与假人下棋的罗伯特愤怒不已 他随即便用子弹将怪物们驱散 第二天 罗伯特跑上街道继续寻找着怪物们藏身的老巢 他将所到之处一一检查 计划利用筛查法找到老白所带领的族群 结果罗伯特再一次失望而归 但就在他准备寻找替换的医物时 罗伯特却在商店内看到了一名幸存者 只是对方似乎畏惧拿有武器的罗伯特 他很快就逃进了街星公园 而随着女人的消失 罗伯特也郁闷地来到了酒吧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里早已潜伏着多个怪物 罗伯特随即便被他们擒获 并被带到了老白所在的恐怖社群 当作异类接受了审问 老白还告诉罗伯特 他所带领的家族坚信 这场灾难就是因为滥用科技遭到了神的审判 而他们就是被神选中的使者 他们将进化罗伯特邪恶的灵魂 并毁灭一切科技产物 回归到对神最虔诚的信仰 接着 怪物们便把罗伯特五花大榜运往刑场 准备对最后一个邪恶之人实施火刑 但这时 体育馆内突然亮起了灯光 怪物们受到惊吓蜷缩在黑暗中 一名幸存者趁机冲入体育馆将罗伯特救下 罗伯特也再次见到了他白天遇到的女人丽莎 就在罗伯特按照丽莎的指示来到郊外后 他才发现除了自己以外还有很多幸存者 而荷兰人与丽莎之所以救下罗伯特 是因为他们得知了罗伯特的身份 希望他能拯救丽莎的弟弟李奇 一个正处于变异期的少年 而罗伯特则将他的免疫病毒的真相告诉了两人 这样身为医学院高等生的荷兰人震惊不已 他意识到罗伯特将成为人类的救世主 于是 荷兰人与丽莎随即带着李奇来到了罗伯特的住所 希望能用罗伯特制作的血清治疗他 但迄今为止 罗伯特研制的血清并没有成功将完全变异的个体逆转 因此李奇的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而丽莎在听到老白在窗外招魂似的呼唤后 也告诉罗伯特自己曾经为了生存带着弟弟投靠过老白 但考虑到自己与怪物并不一样 于是他又带着弟弟连夜逃跑 并遇到了好心的荷兰人 接着 丽莎便与罗伯特准备放飞自我 但这时 大宅突然陷入了黑暗 原来 罗伯特忘了给发电机加油 这给了怪物们趁虚而入的机会 就在罗伯特前往车库为发电机加油时 老白的手下借助工具攀到了别墅的二楼 好在罗伯特很快就启动了发电机 整座大宅瞬间恢复了照明 聚光的怪物们连忙慌张躲藏 而偷袭者也被折返的罗伯特发现 最终被乱枪打死 丽莎眼看危机已经解除 便很快与罗伯特放飞了自我 第二天 罗伯特带着丽莎前往已经废弃的医院 找到了那里保存着病毒的培养皿 然后她用利用自己的血液 重新配置了血清为李奇治疗 而罗伯特的努力很快就有了收获 李奇终于恢复了健康 于是罗伯特继续抽取她的血液 用于制造血清 以防止丽莎等人的变异 而李奇在得知 自己的血液也具有了抗体后 便善心大发 希望罗伯特也能治愈老白等人 但罗伯特深知老白的本性 他还是决定带着幸存者离开这里 去寻找新的生活 可由于李奇得到过老白的帮助 心怀善念的他随即便来到了 怪物聚集的市政大楼 希望能说服老白接受罗伯特的帮助 然而面对李奇的善意 老白却毫不领情 他只是想借机铲除罗伯特 而此时 返回住所的罗伯特 看到了李奇的留言 他立刻意识到 李奇已经陷入了危险之中 于是他随即来到了市政大厅 但罗伯特还是来晚了一步 李奇已被老白处死 这样罗伯特愤怒万分 他驾车冲上街道 然后与怪物们展开了战斗 在消灭了一小股敌人后 罗伯特便疲惫地返回了家中 但他并不知道 他心爱的丽莎此时已经变异 怪物们也因此来到了他家 并将他抓捕 罗伯特多年的心血 就这样被怪物们全部销毁 可罗伯特依然不愿屈服 他奋起反击挟持了老白 并趁乱拿走了最后一瓶血液 然后带着丽莎一起逃离 但就在他们离开大宅 等待阳光升起的时候 丽莎却在老白的呼唤下 想要返回大宅 而罗伯特为了救回丽莎 一时疏忽被老白用长枪刺中 鲜血顿时染红了整座喷泉 之后 荷兰人带着幸存者前来与罗伯特会合 结果却发现 罗伯特已经失血过多 濒临死亡 在临死之前 罗伯特将最后一瓶带有 抗体的血液交给了荷兰人 并把丽莎托付给他 而罗伯特则缓缓地倒了下去 走向了他生命的终点 拿到血液的荷兰人 瞬间明白了自己的使命 他随即便让幸存者上车 准备带着希望 前往一个属于他们的新世界 感谢